好了不好了 中国庄园发生了巨大火灾 我们需要帮助 豆芽 这场大火就交给我吧 大王龙 你开什么玩笑 你只会吹火 有什么用啊 你怎么就知道我没用 大王龙 你先别着急 我已经拨打119火警电话了 他们马上就到 可是来不及了呀 哎呀 不会是堵车了吧 火越来越大了 怎么办怎么办 是新奇暴龙战车 龙章战甲S2 看我的 都能爆破炮 我的天啊 暴龙你也太强了吧 等等 植物庄园的植物们 在这里 今天多亏了炮王龙 才把植物们解救出来 我们一起来看看 哪些植物被困了吧 嗯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吧 这是能够生产阳光的向日葵 嗯 这个向日葵 下面有一个弹簧 我们把它放到桌子上 就得到一个不倒翁了 快看 不管哪个方向 它都不会倒下去呢 摇头晃脑的 看起来好可爱呀 嗯 这个弹簧 还可以取下来 取下来之后 就得到一个正常的向日葵啦 而且底部 放一点水的话 还可以粘在我们的桌子上呢 哦 哎 怎么回事 아빠王龙不是去解救植物了吗 怎么冒出来一个臭僧尸呀 啊 啊 我知道了 它一定是去偷职物了 结果被大虎困住 嘿嘿嘿嘿嘿嘿 这个僵尸 看起来还挺潮的 嗯 戴着一个帽子 还穿着衣服 裤子 这是牛仔僵尸 哦 牛仔僵尸 其实就是在狂野戏部分的 普通僵尸而已 哦 它的两只手臂 还可以来回摆动 这个呢是玉米投手 它可以通过投授玉米粒 还有黄油跨越障碍物 优先攻击僵尸 而且它投出的黄油 还能暂时固定住僵尸呢 它的炮弹放在这个位置 可以通过下压发射炮弹哟 我们来试试 对准僵尸发射 搞错了 再来 操作失误失误 再来一次 发射 我的技术怎么这么差呀 居然两次都没有打到僵尸 看来我得回去做做练习了 好了 小朋友们今天就玩到这里 记得点赞订阅哦 下期见 拜拜